大家好,我是马丁 在过去的影片中,我曾尝试用醋来炼金 当时只能成功调配出脱金水 这次我将挑战使用白醋、漂白水和海盐来提炼黄金 但是首先要声明,当漂白水与栓性的溶剂混合后会产生氯气 吸入氯气会导致胸部灼热疼痛和咳嗽 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死亡 因此这种炼金方式具有一定危险性 千万不要随便模仿 我准备了约100毫升的白醋 加入适量的海盐,然后搅拌均匀 直到它饱和为止 只时海盐处的pH值大概在4左右 然后我将海盐处倒入装满金箔的烧杯中 我会先放入装满金箔的食材 然后放入装满金箔的烧杯中 就放入装满金箔的烧杯中 一样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张 接着我将海盐醋隔水稍微加热 温度升高能够让之后的化学反应更快 接下来所有的操作必须在室外 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 并且需要佩戴防毒面具 我用滴管慢慢加入漂白水 然后不停地搅拌 看起来醋与漂白水并没有起很激烈的反应 当醋与漂白水混合后会产生氯气 与黄金反应后会变成氯化金 因此金箔会慢慢溶解在水中 用氯化雅锡来测试一下 看起来海盐醋溶液里面好像没有黄金 但是我们放置了15分钟之后 氏金水变成了淡淡的紫色 金箔也似乎完全融化了 接下来我将海盐醋过滤 把杂质分离出来 把杂质分离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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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将使用维他命C发泡定来沉浸 está惹我费了 也没缺会 可当时用维他 沉浸之后 海盐醋呈现灰绿色 隔天我将沉浸之后的海盐醋过滤 可以看到有一些海绵晶留在绿纸上 白醋与漂白水确实可以拿来炼金 但是由于看不到氯气的产生 因此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起化学反应 所以我加入了大约15毫升的漂白水 实际上并不需要加入这么多 由于漂白水是碱性的液体 加入过多的漂白水可能会把醋给中和掉 而使得炼金失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集影片 我将会用盐酸继续精炼今天的海绵晶